平渡城境内四季分明 是体现二十四节气气候变化的标志城市 西汉四汝连叠草叶文铜镜 西汉猴子豹树同灯台 西汉鹤榻塔归灯 西汉流金带盖铜熏炉 西汉流金铜凤鸟作 还有镇馆之宝王摄人碑 这些文物出现的时代 太初历也被徐万鞠加以验证 风云涌动真是令人向往 不过看了这么多东西 也没有节气精灵的线索 老师 老师 大师不好 年兽错坏了节气仪 跑了 对太阳方位的校正还没有结束 只能靠你们去把年兽带回来了 我一定会捉住年兽的 可我们出不去啊 你这火牛又忘了我给你的太初历手环了 对啊 李春 你们是四季的代表 能长驻世间 只有你们去平渡城寻找手环继承者 让他协助你们解决危机 来了来了 太初历手环来了 交给你们了 出发 年兽 年兽 我来了 接受火牛的怒火吧 一定要抓住年兽 青仔 你在哪儿 一兴树下 又在那浪费青春呢 世界上不会有精灵的 快回来做作业了 也许你是对的 那当然了 我可不信那些什么传说 一点都不科学 我们要面对现实 我又科学的也是一切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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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 松 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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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奇怪 怎么拿不下来啊 不是吧 强买强卖 机器人 充电的插口呢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手环机成者 还带人工智能啊 手环机成者 什么意思 徐老师说了 得到手环的就是机成者 还会帮我们抓禰兽 徐老师 你们是截械精灵 我是对的 丽丘 快找禰兽的位置 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它抓回来 我要去练习踩高桥了 你好好看家 是没事的香味 就你会汪吗 我常常年手跟一条狗打架 打赢了没好处 打输了狗都不如 丢脸丢脸 快快快快拿我上去 你们去引开大狗 你们从这儿进去 我分你们一半美食 我是说一半的一半 就是很多的意思 没错 很多 很多 好吃 好吃 小哥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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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的 猫 走 兽 这次你跑不了了 你边儿去 别挡着我晒太阳 可恶 嘿嘿嘿 有能量真好 老头告诉你们 我已经恢复能量了 没想到吧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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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邪气精灵竟然还找人类帮了 真是丢人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徐老师托付的太初力手环继承者 是我们的搭档 又是那家伙搞的鬼 按下按键 可以给精灵们提供能量辅助 救命啊 想办员 不要脸 碧春 年兽会出现在两点钟方向 蠢生 怎么会这样 得找宝贝出来对付精灵 有了是神器 这可是我从基地偷来的宝贝 陛下 我跟你能量 看我多总失气 可恶 神器出问题了 我要退货 神器 又让他们跑了 别生气 有手环继承者在 我们下次一定能捉住年兽 你要学会找到能量的平衡点 我会找到的 这改变天下的神器是不错 可惜就是不听话 如果能修好了就好了 我看看 有什么美食可以补充能量 历春时大棚里有美味的草莓 吃了它可以补充能量 好 好 好 嗨 小朋友们 我是历春清凉 故事后 天文历算专家们总结气候规律 创造了皇帝力 太初力 大明力 寿石力等力法 帮助人们了解季节的变化 规划一年的生活 和农作物的种植 24节气也应运而生 把太阳照射到地球赤道的位置 画成一个圆 分成24份 每份就是一个节气 从历春开始运行 走完24节气 就是一年 平度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 所以平度的樱桃 葡萄 西红柿等水果 都非常甜美哦 小朋友们 今天的节气小知识 你们记住了吗